2022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 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后 高雄市长陈其迈代理党主席 预计明年1月进行补选 连以来拱赖清德参选党主席的声音不断 赖清德至今虽未表态 但其子弟兵透露 他已经积极拜会党内终生代 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地方选举失利后 蔡英文请辞党主席 民进党各派系明争暗斗 对党主席一职虎视眈眈 此前有台媒披露称 现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 已在近期当面告诉蔡英文 自己要当党主席 并为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备战 不过赖清德本人至今仍未表态 但其子弟兵透露 赖已开始积极拜会民进党内终生代 是不是有意参选民进党党主席 不过有党内人士分析 赖清德除要先评估胜算 还得考虑整体布局 以及接任党主席后 能否平息各派系意见 顺利进居2024 赖清德要思考 有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 以及党内同事 有没有支持赖清德 来参选党主席 目前被点名可能参选党主席的 包括屏东县长潘孟安 台交通事务主管部门 前负责人林嘉隆 台文化事务主管部门前负责人郑立军 及深陷论文争议的郑文灿 我想我之前已经说明了 那么由党来决定 这一次的整个党主席的产生 是以党内最大的共识 然后来协调 来产生我认为最好的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 赖清德支持者内部两派意见将持不下 赞成选主席者认为 执掌党务有力2024选举布局 能避免有意外发生 反对者则提出 当党主席还要提名民意代表 协调过程难免冲突 不见得会加分 因此赖清德还没做出决定 难免技术 č ni č